变化最大的就是钟慧 钟慧连胡子都没有了 变成小鲜肉了 像神天兵一样 小鲜肉 但是这个头像确实是 这样的话就比较小鲜肉 新资料片NPC造型迭代 老王带你领略最新版的梦幻戏 这次注定要打破你的认知 小头红怎么变男的了 咋给我CPU干收了呢 陈妈妈变成了一个老头 兄弟们 关于长安歌剂院的这个NPC 全部两极反转 男的变成女的 女的变成男的了 我靠 这你妈小西域 小鲜香直接把铁匠的NPC 搬到了这个 这个里面 卧槽 超级无依还在 但是神佑好像变成他徒弟一样 站在他旁边 超级无依不帮你治疗了 有超级无依 但是他下岗了 只能卖点草药 鬼切草 血色茶花 超级小神佑 然后听说大唐宽府 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事情 好像崇友金不带了 哦 友金在这 薛李在这 等一下 我有点CPU烧了 那大唐宽府 哦 大唐宽府学习技能 做试门的这个 进不去了 电小二 从振大唐宽妖 从振大唐宽妖 我为义不容辞 电小二 直接F1回门派 领事门打暴徒 只剩我一个了吗 在那混沌入邪的 他们都死了 仅我一个人丢盔 弃甲 乱荒而逃 我怎么可以 做大唐最后的勇士 白无常变成了 召唤兽里的白无常 黑无常变成了 召唤兽里的黑无常 这两只宝宝 如果拥有技能 高级神佑的时候 在战斗中 如果死亡 会自动切换成像 两个好的 不要不要的好兄弟 他们终回变命怪 昨天晚上 我就做梦在玩梦幻 说这个穿越到了 梦幻西游的平行世界 里面的每个NBC都变了 黑子你不是小孩吗 我记得这个黑子 是个小孩 旁边有个小狗 就原来说 一直说梦幻西游 缺一个平行世界 这回你们的平行世界 找到了 在这个平行世界 你小莲香是男的 中猎户特别的干瘪 就如老王所说 咱们这些老玩家 和游戏一样 年龄也在慢慢增长 也希望大家 未来的日子 能顺风顺水 不过 不过 不过